在西北这个位置是前挂 有一个厨房就叫火烧天门 其实这个火烧天门啊 它有很多的表述方式 火烧天门也不单单说这一个 说是这个 说有厨房就叫火烧天门了 这个地方如果是红色装修的柜子 假如这块不是厨房 这块是红色的装修的柜子 红的颜色也属火 为什么叫火烧天门 这涉及到这个地方 它的五行就是金 也就是火要刻金的 火来刻金 这里头就一点一点 我一直我教学一点点就是打着 把相性学习 提出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 刚才咱们说是方位是吧 方位值得方位了 然后下面咱们又值得这个 什么 这个五行 刚才说到一点五行 五行火刻金 那你五行的东西你要知道了 有个金 是吧 被火来刻了 有个火 因为火的颜色是红色的 火的颜色 这里涉及到火的 就是五行的颜色 还有五行的形状 怎么说的形状呢 还说假如这个地方不是火 没有火 但是这个户外有一个变压器 或者有个手机信号塔 在西北方也叫火烧天门 那么也就是说 比如说有个信号塔的话 是吧 一个塔 信号塔 这种塔 对它是建立的吗 是建立 对不对 形状是建立 它也是属火 建立属于火 这就说涉及到五行 五行有颜色 形状 味道 都可以分为五行 还有它本质 本体的一个什么呀 说了半天 就是它本体最初的东西 最初 它是一个什么样东西来的 这就是实际就五行